財團法人柏佑社會福利基金會數學教學影片 本影片由鴻海教育基金會贊助錄製 104年國中數學教育會考選擇題第21題 好,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題目 在坐標平面上有一個二次函數y等-x平方加6s-9 它的圖形呢,它的停點為a 而且此函數圖形與y軸交於b點 那如果在此函數圖形上取一點c 另外呢,在x軸上取一點d 使得四邊形abcd為平行四邊形 則低點的坐標為何 有四個選項,看看哪一個選項是低點的坐標 好,那可以使得abcd它是一個平行四邊形 好,來,那我們現在試著 來解解看這個題目 好,來,我們看一下 在坐標平面上有一個二次函數y等-x平方加6s-9它的圖形 頂點為a 那我們就先來看看a點它的坐標是多少 好吧 a點呢,它是這一個二次函數圖形 它的一個頂點 那我們就先將這一個二次函數 配方把它變成它的標準式 然後就可以看出我頂點的位置 好,來,那... 這個二次函數叫y等於-s平方加6x-9,對不對 那我把負號提出來 s平方-6s加9 它剛剛好是一個完全平方 所以它等於-x-3 瓜虎的平方 好,來 那這一個y等於-x-3的平方 它是一個標準式 那由這個標準式我可以看出什麼 欸,很好 前面是負號 表示我的開口向下 然後呢,頂點在哪裡 是不是3跟0 然後還有我的對稱軸叫做x等於3,對不對 好,來,那我這裡 我把它的圖形畫一下 我把它的圖形畫一下 好,所以這裡有一個 座標 x y 0 我的頂點是30 頂點叫a 它是30 然後開口朝下 對不對 對不對 我這裡 就遲到了 0.a的座標叫做30 然後呢 開口朝下 另外有一個叫 對稱軸 叫做x等於3 我們也把對稱軸畫下來 x等於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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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我的圖形的對稱軸 好,來,再來看看 好,來,再來看看 而且呢 此函數圖形 跟y軸相交於b點 它跟y軸相交於b點 好,來,那我寫問一下 那 跟y軸的焦點 有什麼特性 很好 x等於0 x等於0 y軸上面 任何一個點 x都等於0 所以呢 所以呢 x等於0 x等於0 我的y等於多少呢 x等於0 帶進來 0-3 負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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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3瓜虎的平方 叫做9 前面再加一個負號 所以y是等於負9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 我跟y軸的焦點叫做b 所以我的b點的坐標 就叫做 0 負9 好,那我們把0-9 畫在坐標平面上 好,所以這一點 它是我的b點 0-9 對不對 好,那我們現在就先根據我們 有的線索 0點叫a 然後 它通過b0-9 對稱軸叫s等於3 我們試著畫出它的函數圖形 好不好 好,來 它是一個對稱的圖形 對不對 所以對稱軸s等於3 然後0點在a 開口朝下 通過了b點0-9 對不對 好,來,那接著看 如果在此函數圖形上 取一點c 這個c點是在這個函數圖形上 這個c點是在這個黃色的 寫一下好了 它叫y等於負的x-3 乖乎的平方 c點在這函數圖形上面 然後 在x軸上 取一點b點 在x軸上面 取一點b點 現在點在哪 不知道 但是呢 現在有四個點了 所以形成一個四邊形 abcd 它要是一個平行四邊形 它要是一個平行四邊形 所以 我們 先將ab連起來 ab 現在a點 b點是確定的 然後呢 c點要在我的函數上面 d點要在我的x軸上 好 那既然d點是在x軸上 所以ad 它是不是就是平行x軸 這其實就是x軸 對不對 然後bc呢 因為它是一個平行四邊形 bc是不是要平行x軸 對不對 好來 那我們過b點 畫 水平線 平行x軸 那 跟這一個 二次函數的交點 是不是應該 就是我的c點 就是我的c點 對不對 然後呢 再去做 通過c點 去做ab的平行線 欸 跟x軸的交點 欸 是不是就是b點 對不對 然後這時候 再把ad 連起來 欸 那abcd 是不是就是一個平行四邊形呢 對不對 而且 c點 在 二次函數 圖形上 d點在s軸上 完全符合我題目的要求 對不對 好來 那現在要求的是c還是d呢 我要求b點的坐標 我要求這個d點的坐標 好來 那b點的坐標怎麼辦 目前 好像沒辦法直接看出來對不對 但是 我能不能先求c呢 來 我們看一下 c點呢 跟b點 是不是以x等於3為對稱軸的 對稱點對不對 所以b點0-9 它到x等於3的距離 是不是 1 2 3 對不對 那 再來到c 是不是也是三格 1 2 3 所以c點呢 它的坐標就是多少 0 1格 2格3格 4格5格6格 所以它就是6-9 對不對 好來 我們也把c點的坐標寫一下 好 且 c點的坐標叫做6-9 好來 那看一下 那bc 多長呢 是不是6-0是6 對不對 所以bc的長度是6喔 那abcd是一個平行四邊形 那abc的長度呢 那abc的長度呢 是不是跟bc一樣 都要6 對不對 所以 a點叫30 好 那6格呢 1 2 3 4 5 6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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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6 6 等於9 所以低點叫做90 對不對 好 所以 我的低點的坐標叫做90 那看一下 四個選項裡面 ABCD 好 B選項 是90 好 所以 我這一個答案 好 同學 選擇的是 B 這個選項 博友基金會謝謝您的觀賞 本影片由鴻海教育基金會贊助錄製